Hello 各位,歡迎收看今集 我現在身處在尖沙咀 這個新的商場附近 今集想說的就是 在樂團我們有另一個技巧 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數空巴 我不知道如果是 Brass 的樂手 或者是Percussion 的樂手 這些樂手很多時候 他們是一個樂章 只需要去玩 可能是十個小節 或者是幾個小節 可能是一句 之後就不用去玩 所以我就不知道 他們的方法是什麼 但是譬如在 如果你是 弦樂樂手 string player 那你見到有空巴的時候 到底你是會怎樣呢 到底你是指以 你的聲部的手席 去給提示 你拿起琴去準備 還是你自己都會去數 如果你會數的話 你又會怎樣數呢 我今天想說就是 首先這個是一個習慣 也是跟習慣有關 但是很多時候 當你如果是 坐在1st 或者2nd 或者坐在一個聲部裡面 很自然你就會 依賴你隔離的同事 或者前面的同事 或者那個聲部的手席 去提醒你 究竟什麼時候準備 要拿起琴 準備去抓 但是我覺得 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因為 就是 你不知道 如果全部人 如果 一個section 16個人 全部是 依靠 一個手席 一個聲部手席 去做這件事 是極危險的一件事 如果那一刻 手席 突然之間 少一分神 忘記自己數到哪裏 那就糟了 如果你那句 是一句很重要的旋律 全部人 就 不用拘捕 整個section 沒有聲音 整個section 沒有聲音 那怎樣呢 我覺得 首先數拍子 數空巴 這件事 是 orchestra 的musician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是很沉悶的一件事 要數 但是 其實是音樂的一部份 這次我想說 我自己 如果 見到有 可能十個小節的 空巴 或者是 就算是兩個小節的空巴 我會怎樣數 那首先呢 我就會 我 左手拿著 左手拿著琴 右手 拳頭 不要就這樣 任它 利用它去幫助自己 去數拍子 如果是一個小節的 1 2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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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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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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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這件事最令人驚慌的就是 當你同一個人 一個樂手去表演 我呢 就在這裡不斷數空白 但是呢 我就看到旁邊的樂手 是完全眼光空洞 然後 周圍看 甚至搞自己的頭髮 真的有的 真的有人搞自己的頭髮 演出的時候 你用這些空巴去搞自己的頭髮 空巴就是給你數 不是要給你搞頭髮 如果你手上是沒有東西做的 不如數拍子吧 一個空巴 兩個空巴 三個空巴 但是 不要小看這件事 你如果是有朝一日 你可以坐到上去 第一個步驟的話 而你是帶來這些好的習慣 你的同事 或者你的同學 或者你的拍檔 他們是會很感激 哇 原來我有一個這麼穩陣的 這麼穩陣的聲部首席 另一件事我覺得可以說的就是 如果你身為聲部首席 你應該 將這件事 是 和你的聲部去強調 你應該告訴他們 數拍子或者數空巴 不是一或者兩個人的責任 是整個section的人的責任 我不覺得 因為你在orchestra裡面 你就可以 將數拍子 數空巴 這件事 交給其他人 你甚至也不可以交給指揮 指揮同一時間 有這麼多事情要去做 他未必可以給一個很清楚的指示 告訴你 這裏就是你出 這裏你準備出 他未必做得到 如果他做不到的時候 難道你就怪別人 賴別人 因為他沒有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是你自己的責任 所以 不要小看數空巴 用手 一二三四 人家觀眾笑 有他笑 後面不認識的人 有他笑 但是 如果你有這樣做的話 你就可以很肯定 你不會錯過 任何一個 entry